王楚清在战皮切福特 万万没想到出现了这一幕 对方教练都看傻眼了 今天带大家看一场王楚清的比赛 这场比赛是王楚清对战英国选手皮切福特 这是双方第二次交手 对方的打法比较特殊 护台面积也非常大 所以这场比赛王楚清在场上打的并不是很容易 那么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如何呢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比赛一开始 皮切福特快速进入状态 率先取得2比1的领先 随后开始出现失误 王楚清利用机会将比分反超到6比2 皮切福特在被反超比分之后 心态发生变化 一直在给王楚清送分 王楚清很快将比分扩大到8比3 随着对方接球失误 王楚清率先拿下局点 对方调整状态后 将比分追到8比10 最终还是因为回球出台 被王楚清以11比8拿下首局比赛 第二局比赛 王楚清保持上一局的状态 率先取得2比1的领先 皮切福特将比分追得非常紧 但是自身的失误太多 王楚清利用机会将比分拉到6比4 之后双方比分交替上升 一度打成9比6 随着皮切福特回球失误 王楚清率先拿下局点 对方连续完就局点降比分追到8比10 之后双方展开相持 王楚清顶住对方的进攻后 以11比8拿下第二局比赛 第三局比赛 双方开局就陷入胶中 一度打成3比3平 之后双方比分交替上升 从3平一度打成5平 王楚清加强揭发球制 将比分反超到8比5 对于王楚清的进攻 皮切福特没有丝毫克制的办法 王楚清非常快速地拿下局点 随着皮切福特回球向往 王楚清以11比5拿下第三局比赛 不用寻找到4比5拿下三бу 这是公级 公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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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兵 好